嘿,老花一开箱 疫情快结束了 我们现在好多快递都能发了 想寄养的臭宝 或者想看我开什么箱的 都可以提前说了 这花就比较有意思了 蕾丝 金鹿 一听着名字 男花友立马来兴致了 女花友可能也好奇 好,打开先看 哦哟 这个东西得得很啊 别话说这个是啥 这个跟马鞭草是亲戚啊 它是金鹿花熟的 哎呦 嗯 不便宜啊 40多啊 呵呵 嗯 描心还行 看看图 金鹿狗的做青花 别走路转感 哦乖乖的丫头 好,看图 哦 朝上图 根系很哇塞 描心的很健康 咱 像这种花啊 收到以后呢 就 换土 换完 不是说换土 还是换盆 换土跟换盆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好多的话 我说来了以后 看人家土不存眼 冰棒的敲碎了 就开始换 干啥 干啥你 不需要 好吧 现在就直接换盆 根系也长满了 换完盆以后干嘛 换完盆以后一遍透水 放到光照好一点地方 正常去养 这种 这种花不存在缓苗 我说的 就正常去养就行了 啊 好多花生就这个时候给人送走了 缓苗给缓死的 我这样俯视的时候我才想起来 它叫蕾丝金鹿 这个东西不就是那个甲连翘吗 这就是甲连翘啊 它现在起的名字都这么高端了 叫蕾丝金鹿了 好有 好有 那有蕾丝花边 对好像叫个蕾丝 好像这个老色批们就开始下单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底下一层地土 不用换很大的盆 先讲一段时间再说 地土 底肥 底肥 哎加上花乐多 一优质克力控制肥 多加点 没事 根系饱满 人家话说 这回你怎么与根系直接接触了 哇 盆小了 买点植物别太深 换盆植物 换植物别换很大的花盆就行了 也用不了多少土 就这样吧 一遍透水正常养护 光照给足 别的没啥 养这个花一定要光照给足 然后呢像下面有黄叶子 很多的话说 这个时机你先别倒腾它 这里边的这个叫内堂 大部分这种重生的也好干什么也好 内堂都得离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啊 要不然它在里边除了黄叶就是烂根的 不是烂根 除了黄叶就是发霉得病的 别的没啥 就完事了 这个都这么好做 正常养护光照给足 在这里要给大家倒倒个题外画啊 尽量的有雨水的话啊 以后可能到雨季了 多存一些雨水浇花会更好 自来水里边会有水碱啊 有的话说雨水怎么怎么做 你不行用点河水用点那种 用点那种水还是不错的 像水碱的话里面除了钙啊 就是美啊 要么就是一些个雨淋结亢的一些东西 就水碱嘛 时间长了也不行 如果说你没时间的话 可以用一些个像反飞水这种东西 好吧 还是相对来说喜欢弱酸性的一个花 比较好仰啊 就贾连翘起的名字叫雷斯金 你没看的像啥 现在还是怎么说 好多的话说老花一 这个不是叫那个什么名吗 那个不是叫那个什么名 很多名字它都是人起的 对吧 你比方说我老花一 你也可以喊我是吧 喊我老公 喊老爸 不能蘸花有的便宜 就打个比方说是吧 有话说你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它就是个名字而已 你就知道这个花怎么样就行了 像木本的这个东西呢 它都是喜欢光照的 浇水这一块点略微的耐旱 你可以看叶片稍微发尖的在浇 用土呢 万古不变 就是说松软或者透气就行了 腐质土优选 就是泥碳土才就是腐质土了 对吧 你像气温的话 像这种咱们盆栽的话 一般只要在是15度以上 它就会一年世纪正常生长 它不需要什么严格的那种春花 你就正常的当一个盆栽去养 而且开出来花是一串一串的 带有巧克力的香味 也有人喊的巧克力 也有人喊的甲蓝椒 也有人喊的雷斯金鹿 这了那了那 名字好多 咱不知道它们怎么起的了 肥料在一块呢 大家就 怎么说呢 最好的肥料 就是农村里边那种 上年岁的那个老粪坑 从那里边瓢出点 对水浇 对哇塞 其次呢就是用一些什么呢 你通用型的肥料就行了 因为你用到的是腐质土 像无极肥完全不影响 没必要研究什么肥肥了 这个好吧 好了 这篇关于这个 简连窍雷斯金鹿 管它叫啥了 打个分打多少分 45块钱这么贵 我不想打分 我心疼我不想打 你们打分吧 呵呵呵 喝老花一 野花十三一 喝咸一再见 白了